东华富小的毕业生在踏出校园前夕 一定要历经小蛙人闯关少年礼 而这也是东华富小毕业典礼前的一项传统 校方让毕业生闯关 六个关卡过关之后才可以正式毕业 象征着毕业生通过重重挑战 迈向人生新的里程碑 每年东华富小在毕业前夕 为毕业生举行少年礼挑战 是学校具有特色的一项传统 六大关卡分别是骑脚踏车过障碍的骑士精神 一楼到三楼五趟折返的步步高升登街 罚球线投篮的命运神射手 同行骑步走的蜈蚣进走 跳跃人生的跳绳跑跳200公尺 有人喊累有人说还好 会累吗 累 累爆了 累到说不出话来了 这最后一次我要跑到这边 好 go 第七关 第三关 累累吗 过第三关了 还好 还好 而最后一关勇闯天堂路 在枪林淡雨的背景深中 毕业同学要匍匐穿越滴网 榴莲壳 烂泥巴 碎石头 而完成的每一位同学都相当开心 过关开不开心 开心 开心 开心喔 觉得怎么样这样会不会累 会有点累 有点累 然后呢 但是最值得的 过关了吗 过关了 感觉怎么样 还蛮好玩的 虽然就是老师很严格 但是很好玩 别的小学都没有这种活动 就感觉蛮新鲜的 只是爬完之后 就不会再想爬了 对 开不开心要毕业吧 蛮开心的 校长包明君表示 今年的毕业班同学 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取消了户外教学 毕业旅行 不过在毕业前夕 学校还是要给孩子们 满满的回忆 今年我们这一届的小朋友啊 有点委屈 因为受到疫情的影响 毕业旅行取消了 校外教学也没有了 所以我们今年设计了 当他们在校园内 有好几个官的一个 充斥的少年礼的 城里的一个活动 其实在半个钟头左右 我们前面三名是女生先跑 先持折点跑回来了 当然为了让他们 不至于那么委屈 我们花莲的疫情是趋缓的 所以我们还是决定 毕业典礼的时候 邀请家长陪着他们 一直步入礼堂 让他们上台领奖毕业 一道道的闯关 过程虽然艰苦 但是毕业生们也很骄傲的 能够完成挑战 从校长手中拿到毕业证书 同学们证明自己长大了 要迈向人生下一个学习阶段 借刘明胜花莲市报道